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罗芸汐 大家好 我是白露 首先她的整个世界观都非常的宏大 然后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 这样子一种宏大的架构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女主有三个不同的身份 男主有三个不同的身份 我觉得穿梭于这不同的几个身份当中 每个身份也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经历和绅士 就是感觉演了一部戏爽了三部戏的感觉 对 其实就是三生三世 我可能就是《以我深随换你斜骨》那一场了 那个词你还能记得吗 我知道 天道在上 我愿以身躯 以我的元神 全部交换 全部交换 只愿你我深深世世不复相见 对 那个是真的超级明场面 对对对 因为露露私底下跟我说过 她说有一些段落 就是她每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她都会潸然落泪 就是被剧中的人物 被剧中的故事所感动 因为确实就是我们作为观众 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都自然而然的会被感动 所以在当我们设身处地的去试验她的时候 就真的是更能够情真意切地被感动到 是的 露露是看基本上看《哭》了是吗 对 无数次 基本上好像每次看的时候都 对包括接近结局的时候也有几场戏 就是看一面《哭》一圆那种 咱俩就是没有包袱了 就是说来就来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大家彼此信任 所以说能够碰撞出来的一些记性的东西就会更多 不会局限在剧本的文字上 然后就会有更多临场碰撞出来的花火 我觉得挺合适的 对 因为就是整个读剧本的过程 我们都是可能互相带入彼此的脸 然后就整个把整个把整个故事给溜了一遍 因为之前我就觉得 罗老师挺适合这种邪魅 就是跨度比较大的 对就是反派 期待他能尝试一次反派的 肯定他都不一样了 首先环境不一样 穿的衣服也不一样 其实仙侠他更考验你的情感 我就是一些细节的东西 因为偶像剧还是比较偏生活系 就有时候打打闹闹的 那个其实会有更多临场的东西 现在期 那时候可能一句台词啊什么东西 都是我们临时家的 但是这个仙侠 他肯定是要基于这个 一整个大的情感之上 而且我们有三个人物 分别对应着三个时期 和三个不同的人物性格 对 其实因为我觉得 其实像拍这种仙侠剧 他很多镜头都是拼出来的 他不是顺出来的 所以就更加需要彼此的一个默契和信任度 就是不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一场戏的 比如说情绪基点 我们直接开始从最高的那个地方开始拍 那么就是必须要彼此非常的信任 以及非常的默契 才能给到那个点 如果说可能演员之间 没有那么的熟悉的话 那可能就顶不到那个点 可能就会在镜头的呈现上大打折扣 我觉得这也是我和露露 二次合作的一个好处 就是合作起来会避免了很多弯路 对吧 会啊会啊 其实我们俩都是那种拍他特写的时候 我也照给 拍我特写他也照给 就单打嘛 我们都是打一边 因为 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觉得可能哭泄太多了 然后可能下戏之后要缓一缓 其实真的露露就是 我刚刚才看到一个他们给我看的一个片段 你在最后 不会是露露背前那个吧 对就是那个 就露露哭得非常伤心 然后在正正式拍摄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投入了 但是 当他回房车的那一段路程的时候 哭得更伤心 因为那时候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我记得 就是 刚才我看到的时候 然后说你有骗我 那个 因为那个那场戏的回放一直在我手机里 有前前后后 因为那是一遍过的 就只拍了那一次 五分多钟 我觉得那个 对黎苏苏来说是一个很冲击的一个点 他的心态应该是 原来如此 原来这个男人他一直在骗他 原来他是想要牺牲他自己去 成全我这样一个一个点 他终于有点恍然大悟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情很复杂 就当时他看到那个墓碑的时候 而且 关键是我们在之前还拍了一场戏 是他在那个墓碑前面 他在刻那个墓碑的时候 幻想 我是作为一个虚拟人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那场戏根本就是我要笑着跟你演 结果我在那里哽咽到 演不了 说不了词 就是大家真的会被剧情所感动 你知道吗 然后我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我真的想化身谈台静冲到前面去抱着你安慰一下 真的就是就是这样的 嗯 特别能有代入梗 路有没有印象深刻就是罗老师他在片场就是情绪很爆发的一场戏 有 但那场戏就是说我是个尸体 就我 我得憋气就是 我已经挂了 我知道 对 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是个没法保证啊 我觉得戏为大吧 你要真的你真的走进去了 其实你你的情绪可能没有那么美观 但是你的情绪是可以带动观众的 对 比如说我哭 嗯 戏就容易脸就皱巴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绪是ok的 嗯 你要非要去在意那个点的话 可能你也打动不了观众 你就 这就是所谓的包袱太重了 嗯 对 所以就不能有这种这种情况 就是说什么还还还在哭戏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表情 对 那这种我觉得都是浑然天成 是怎么样哭就是怎么样哭 或者并不是那种 一场戏咱们都是暴 暴雨梨花式的哭泣 然后也也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你就是感动到流了一滴泪 那就是那个状态 自己一定要进入自己的角色 这样子才心无杂念 观众才会被感感动到 他才会觉得美 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说 对吧这个哭戏 怎么天天天天天天都在哭 就说啊眼睛好痛 对 每拍一场哭戏我本来 拿筋好痛 宇宙剧 我觉得宇宙剧 宇宙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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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肯定是要演反派了 他演反派 我去抓他 是吧 我们不可以一起演反派吗 那是那种双面间谍 明明面上两个人都是好人 其实两个人都是坏人 那挺带感的 对对对各种互相举报 反转到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其实我挺羡慕他的 他的那些招式和他的能力都是我想拥有的 就是那种 你天欢最后那个 对所以我在我开大的时候 我黑化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动作指导叫海棋 海棋哥 我就跟海棋哥说 我现在已经是反派了 我开大了 就是我能不能也来一下谭台镜那种 谭指间敌人就消失了 然后他就给我设计 然后我就这样 哇好过瘾 原来谭台镜每天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好羡慕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在神魔大战的时候 明夜和魔神 明夜是打的多一些 明夜和魔神打的那个时候就真的 就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法术仙术以外 还有很多那种套招的那种东西在里边 我觉得完全还原了剧本上的那种打戏 宏大场面的这种描述 就非常的过瘾 太多了 因为我们衣服特别沉 特别特别沉 料子都用得很好 所以它会很重很重 包括头饰也是 所以有些戏没有办法 就一定要借助威亚来完成 而且你记得那场戏吗 就是夜戏舞跳完城 挂了之后我知道 走整个皇宫涌道 皇宫的涌道 然后这个距离真的是好几百米 很远 还要上台阶 但是那天下了漫天大雪 我觉得拍出来真的还 我觉得感觉应该会蛮好的 又悲又美的感觉又惨 非常精分 整部戏都非常精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在拍摄的前期 把每一个状态 每一个阶段吃透 你要把它的不同状态 完完全全地刻在自己的心里 而且你要知道每一种状态 它是为何会是这种状态 比如说质子的时期 它为什么要覆黑 它为什么要隐忍 锦王的时期 它为什么又那么自信 前期要把底子做好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 再与对手去碰撞出一些 寂性的花火 我觉得这样就会游刃有余一些 这三个角色 哪一个可能对你来说挑战是最大的 挑战啊 魔神吧 肯定是魔神 以前没有接触过 魔神也是分好几个魔神的 对魔神都分好几个魔神 哪一个角色演的最爽 那肯定也是魔神 魔神 谭台静也很爽 谭台静锦王时期发疯的时候 也很爽 对就像刚刚露露说 在她的目前发疯的那场戏 其实也很爽 然后还有我自己去找你的时候 因为对于演员来说 这种大开大合的戏 确实是非常的过瘾 但其实有些时候 一些小的碰撞 一些小的细腻的东西的把握 也是非常重要的 露露就是除了可能浮坏到不一样 你能够精准的识别出 罗老师现在在演什么角色 眼神吧 我觉得看眼神还是差别挺大的 像明燕 我特别喜欢明燕 我个人肯定是最喜欢明燕的 因为就是女生嘛 那个谭台静 还是稍微有点破坏的 对有点疯 然后明燕就是一个特别 正人君子的一个战神 然后就是那种万千少女的梦 那种感觉 其实还好 因为对我来说 黎苏苏和叶希武就是同一个人嘛 因为他是叶希 黎苏苏去到叶希武本体身体里面的 然后叶希武本体是只有几场戏 但是那几场戏也挺过瘾的 因为他是个坏人 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坏人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两个角色 就是黎苏苏和桑九 这两个差别会大一些 那桑九就是一个 从小就在捧在手心长大一个公主 特别的单纯 然后他又恋爱脑 他特别特别的爱民业 就整个花吃到不行 演桑九就是把那种小女神的东西搬出来就好了 黎苏苏跟我本人会像一些 就是他是正道的光 老叫他唱那首歌 他是正道之光 就是他是带着任务回去的嘛 进入到叶希武本体当中 他会有一些人间的烟火气 其实也还有一个阶段 就是桑九黑化了之后 那个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叶希武的本体也是不一样的一种坏 他那个是真的就是恶女了 他那么哪个角色演的最爽 那黑化的桑九啊 肯定是 我就一直想演个反派 我最想演的就是谭菜镜 我一直很想再演一个 就这种可以开大的角色 我就是刚杀青 然后刚乱跑男 有个一周的假期吧 然后再落跑男 然后进组 我就在忙采访 拍完长乐之后 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剧组 然后那个剧组 杀青完了之后 我就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让自己完全的放松 完全的放下所有 第一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 需要一个放松的时间 然后呢 最近才开始又不是说长乐要播了吗 然后开始忙采访啊 然后忙完采访可能接下来就进组了 我的假期也就正式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罗云熙的话就请准时追长乐静明 如果你不喜欢罗云熙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在长乐静明当中看谭太静被虐 如果你想看极致虐恋 想看绝美画面 想看精美浮化道的仙侠 你一定要准时收看长乐静明